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全国冬季运动会上挑战自己最高难度的徐梦桃遭重伤 左腿半月板切除70% 右腿先后打上两个钢筋 这样的伤病 让他将面临一次抉择 自己要跟我自己对白 我说你练不练 不练 我们做完手术 康复完 我们就是不练了 就退役了 我说你练 你练 你想过你之后再重新这一年回到这个训练场 不仅仅是恢复伤病 你还需要恢复你的心理状态 你还需要重新站在赛场上 因为我之前状态特别低 我都不敢跳了 通过团队的系统保障和自身努力 徐梦桃得以用饱满的竞技状态面对比赛 但这次伤病也给他未来的职业生涯留下隐患 作为首位蝉联世界杯总冠军以及女子最高得分世界纪录保持者 桂冠满身的他 在冬奥赛场上却一直有着一份心结 三届冬奥都遗憾错失金牌 当看到女儿重重摔倒在赛场 徐梦桃的父亲也一度哽咽 同样 这场比赛对徐梦桃的打击也不言而喻 但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商与归来的徐梦桃在2018至2019赛季 国际雪莲 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师姐杯 中国战女子个人赛中 以410分的总成绩加冕年度总冠军 并表示将全力以赴备战2022北京冬奥 无论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还是说我们队里需要一个这样的金牌 我们这幸福需要这样的金牌 还是说我为了就是过更好的生活 我都要去努力嘛 都是我的动力 真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 做事皆为过往 未来依旧可期 2022北京冬奥 我们顶峰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